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三年大饥荒的真相 由于中共当局的严密封锁 那么经民间和学者的努力追寻 近几年才渐渐浮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最近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的新书《信阳事件》 披露了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饥荒的来龙去脉 在书中也展示了中共政权所犯下的残忍罪行 开放杂志今年三月出版的《信阳事件》 首次揭露了50年前发生在河南信阳的人间惨祸的真相 一个人口600万的鱼米之乡 竟然在大饥荒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饿死了100多万人 相对于其他大饥荒专著而言 出版社执行编辑蔡永梅介绍说 该书的价值在于从典型个案的呈现 真实还原了大饥荒的真相 作者乔培华是中共河南省党校的教授 走访区内十多个县市 而且查阅到至今尚未解密的许多相关档案 写成该书也是至今为止第一本探讨信阳事件的书 他当时是河南的一个党校的教师 所以他会接受元素资料 而且有关他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用的很多都是中共官方的资料 书中首次公布了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普 在61年所做的检讨书 文中写道 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 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了100多万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人民被摧残的家破人亡 几乎人人代孝 忽忽哭声 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 令人目击泪下 省委书记吴芝普的检讨书 是第一次披露 那么如果学者来研究这本 这本就完全是信誓 就是完全很可靠的那个资料了 书中描述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 信阳作为首个人民公社 被毛泽东数为典型 在大跃进的号召下 制造小麦钢铁放卫星的假象 影响全国 1959年7月 卢山会议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反党 荷兰大反右倾 高指标 高增购 反满产 将农民的口粮 种子搜刮以空 造成大面积的饿死人 蔡永梅痛心的描述 当时被活活饿死的情景 那个时候公共食堂 不准你在家里开伙食 就饥饿 想搞一点东西来吃 被发钱了 几乎很多情况都是找打死 而且一打死了后 大人打死了后 自己的子女没照感觉 家里的儿女就活活卧食 很多情况是这么惨 还原来很惨的是什么呢 当时的农民就逃荒 就不准 完全就把整个新养地去包围起来了 抓回去就打这些 你连逃荒都没地方逃 就残库到这种程度 其实当时 有些残库里面都还有粮食 没有人就是敢去动这个东西 然而官方至今没有公布死亡数字 死亡原因也是所谓的非正常死亡 蔡永梅认为 该书的出版意义重大 这么多人就完全从地球上消灭了 甚至这一段真情就完全被抹杀了 就要认真的对这些死难者 这些生命的 这么几千万的死 我们就是要去弹性他们的一种真相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珍重 对对 对历史苦难的 我们就要有这种勇气去面对它 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人间惨剧呢 著名作家李锐在序中称 根本还是在党和国家体制上有问题造成的 蔡永梅认为 该书的出版帮助人民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大激化你共产党一贯宣传就伟大光庸政权 你这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政权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政权 你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你应该下台了吗 对吗 但是至今毛泽东的像还摆到那个天安门城楼上 虽然该书在大陆被列为禁书 但蔡永为表示 该书在香港非常畅销 一面试就被登上发行商田园书 政治类的畅销书榜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